音乐是一种能够产生共鸣效果的生平 出自人类本身最初的生命运动 它伴随人类产生而产生 伴随人类起源而起源 伴随人类发展而发展 它们不是人类的身外之物 也不是人类最初物质的生产 而是一种富有感情的 敢于外物存在的人类最初精神的活动的产物 来到了充满活力的夏天 有什么可以跟亲朋好友们一同 参加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更棒的选项呢 今年KCRW将继续为男嘉民众 带来多场音乐活动 从6月2日开始至9月17日 在男嘉各地区举办 从Pasadena一直到Santa Monica 而且今年更首都将活动区域扩展到Santa Barbara跟Ossina KCRW是洛杉矶地区的圣摩尼卡学院社区服务电台 也是南加州领先的国家广播联盟之一 最大的特色在于音乐、新闻、信息和文化项目的结合 这个非商业性的播客每周的听众达到55万 而且获得了55万订阅会员的支持 KCRW是公认的创造趋势的电台 为听众提供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最新音乐资源 音乐让人赏心悦目 并且为您带来听觉的享受 音乐也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感情的一种艺术 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 其实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 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等 来表现自己的意思还有感情了 而说到古老的洪荒时代 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啥呢 我想到的就是恐龙 那个出现于终生代多样化 优势陆漆脊椎动物 曾经支配全球陆地圣诞系统 超过一亿六千万年之久的恐龙 Wonder Rob Dinosaurus特色博物馆 是集寓教娱乐于一生的暂时性博物馆 馆中有许多高质量的机器恐龙和静态恐龙 当然还有重点活动中心 以及可以和恐龙互动的体能训练场地 Rider Rex吸恐龙 找寻恐龙化石 恐龙迷宫还有更多有关于教育恐龙的所有项目 Wonder Rob Dinosaurus特色博物馆活动中心 是专门为年龄二至十二岁的儿童所设计的 拉古纳山购物中心和南湾购物广场两个不同的地方 拥有不同的恐龙和不同的主题活动 所以如果想要认识和了解更多的恐龙的话 最好是两个地方都去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样有关恐龙的详细知识了 其实恐龙最早是出现在两亿三千万年前的三叠季 大部分都是约于6500万年前的白鹤季晚期 所发生的白鹤季末灭绝世界当中灭绝了 仅仅幸存的为鸟类 而自从19世纪的早期第一批恐龙化石被科学方法鉴定之后 重建的恐龙骨架也成为了全球各地博物馆的主要产兰品 恐龙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儿童或是成年人 对于恐龙都有极高的性质 时间再往前推一些些 地点再往东走一点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上成元朝 下起清朝的朝代 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 想要知道明朝的皇帝都用些什么吗 中国明朝的古董飞越过海 来到美国让你参观参观 100多年前价值连城的明代皇家运用品就在眼前 中国明朝140件精美古董首度跨海展出 美国华人想意度700多年前中国明朝皇帝都在用些什么东西吗 南加大亚太博物馆特别与中国湖北省博物馆合作 首次大规模运来140件精美绝伦价值连城的明代皇家用品 要开放给美国民众近距离接触 成立于1971年的亚太博物馆 是全美现有四所专门致力于推广亚洲和太平洋群岛艺术的机构之一 也是南加州唯一一所这样的机构 博物馆的收藏享誉美国 连接了艺术和民众 为人们提供自我发现学习交流和享受熏陶的契机 博物馆庆祝多样化的人文表达和艺术创造 推动了全球化社会里不同族裔之间的文化理解和沟通 这个星期你想要做什么呢 想要放松心情 听听音乐也可以 想要追溯远古时期 看看恐龙也可以 想要参拜明朝皇代用品也可以 只要你开心就行 想要知道走吧Let's go 我们下一周会做些什么吗 那么就请跟着我的脚步 准备下周一起走吧 Let's go